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今天要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 当呼吸化为空气 这是美国一个神经外科医生的回忆录 也是他的绝笔 这个医生名叫保罗·卡拉尼什 他36岁那年被诊断出了晚期肺癌 作为医生 保罗曾无数次面对病人的死亡 也曾无数次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抢救回来 这一次轮到他自己面对死亡了 癌细胞从他的肺部入侵全身 甚至大脑 病痛让他无法像正常人那样自由活动 保罗决定执起笔写下自己患病的过程 他也回忆了自己从医以来的经历 包括那些棘手的病例和逝去的病人 他希望借助文字去思考一个问题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将要很快死去 他该如何活着 保罗的记录始于2013年 终于2015年他去世时 后来由他的妻子出版成书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当呼吸化为空气 这本书2016年出版之后 畅销于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并且迅速登上了纽约时报等许多畅销书排行榜之上 这本书并非一本临终关怀指南 他不会告诉你一个人如果得了绝症应该一步步去做什么 但保罗和那些病人的故事能启发我们去思考 对于我们来说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比尔盖茨读完这本书后说 自己通常不会被讲述死亡的催泪作品所打动 但这本书却让他钦佩并为之落泪 著名主持人蔡康永则说 如果觉得活得轻飘飘的没有什么意义 那么这本书会像一个阵子令我们想起生命的重要 那么保罗在书里讲了些什么 他如何直面死亡 下面我们就一起听一听保罗的故事 保罗是一名印度裔美国人 出生于1977年成长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 父亲是一名医生母亲从事教育业 小时候的保罗并没有想过要当医生 而是在妈妈的影响下阅读了大量经典文学作品 喜欢上了文学 后来保罗被斯坦福大学英语文学系录取 一路拿到了英语文学的硕士学位 他一度认为文学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 是解读人性和生命意义的钥匙 如果照这条路走下去 保罗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名作家 然而本科入学前的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一生 当时保罗偶然读到一本小说 里面提到 思想不过就是大脑运转的产物 他被这句话震撼到了 原来文学里那些五彩斑斓的世界 人类所拥有的自由意志 终归是要受制于大脑运转的物理定律 这简直像魔法一样神秘 当天夜里 他便开始在斯坦福课程目录上 寻找生物和神经系统科学相关的课程 本科毕业时 他就拿到了斯坦福大学英语文学 及人体生物学的双辽学位 而随着思考的日益深入 保罗愈发觉得文学对生命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 他想要知道人为什么会有激情 爱和饥饿 这些感受无非是由消化道 心脏跳动和大脑等生理过程驱动产生 那些震人心魄的情感 故事以及诗句 归根结底 不都是由大脑里成千上万的神经元创造出来的吗 所以想要理解文字构建的精神世界 根本还在于掌握肉体的运作规律 就这样保罗决定弃文从医 考入了耶鲁大学医学院 如果说之前保罗是试图在抽象的文字中理解生死 那么从医让他真正的直面残酷的死亡 从死亡中思考什么是生 解剖课上 保罗打开了一具遗体的胃 发现里面还有两片未消化的马飞 保罗想 这说明遗体捐献者是在痛苦中死去的 也许他临终时正孤身一人 手忙脚乱地抓着药瓶 还有一次 教授向学生们展现了一具 一线癌患者的遗体 教授问 这人多大年纪 学生们回答道 74岁 教授说 我也是 说完 他放下激光笔走开了 医学院的这些经历让保罗对于生死的理解变得更敏锐了 从医学院毕业后 他开始在斯坦福医学院的神经外科做住院医生 神经外科在所有医学专业中是要求最高训练时间最长的 一般医学生毕业之后还要经过七年住院医生的训练 才可以正式职业 保罗选择神经外科 因为神经外科的研究对象离人类的精神世界最近 也最能帮他理解人性和生命的意义 医院里每天都上演着生死悲欢的故事 有一些就发生在保罗自己的病人身上 他在书里记下了自己的第一个死亡病例 他是82岁的哈维太太 因为轻微肠梗阻导致便秘 来医院动了个小手术 却在手术后的某天午夜突然不行了 那天保罗正好在普外科值班 无论他做什么 哈维太太都不见好转 后来哈维太太进了手术室 病情一度稳定 但她还是在第二天晚上八点去世了 保罗既愤怒又悲伤 之前有些病人在她眼里只是病例上的蚊子 在那之后她明白病例上的那些蚊子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在当住院医生的第一年 她就见证了不少死亡 比如那些因为枪击 自杀 酒吧斗殴 被迷路攻击 造成头部创伤的人 有些没有抢救过来 死亡带来的压力和沮丧就弥漫在空气里 有时候让保罗觉得窒息 而对于神经外科的医生来说 挑战不仅仅在于让病人活下去 还在于让病人有意义有质量地活下去 因为神经外科研究和治疗的是人类大脑和神经系统 而大脑中有很多的功能区 分别控制着我们的情感、知觉、行为等等 脑科手术很有可能会伤及这些功能区 哪怕是十分微小的损伤 也有可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 比如让人失明 失去右手行动能力 失去计算能力 甚至失去记忆 保罗的医院里来过一个人见人爱的小男孩 他叫马修 才八岁 因为头痛来看医生 结果被查出下丘脑附近有个肿瘤 下丘脑位于脑干上方 只有性核那么大 体积占整个脑部的1%都不到 但它极其重要 控制着人类的一些基本需求 比如睡眠、饥饿、口渴、性行为 肿瘤的扩张会破坏下丘脑 导致睡眠、饮食等基本功能失调 但手术同样也有可能损伤下丘脑 医生给马修摘出了肿瘤 起初手术看起来很成功 术后几天 马修就活蹦乱跳地回家了 但谁没想到 几年之后 马修再次入院 那个可爱的小男孩 变成了一个小怪兽 他一刻不停地暴饮暴食 经常发泄暴力 对别人拳打脚踢 他母亲的手臂上 全是亲子的抓痕 原来 几年前的那次手术 让马修的下丘脑 受到了一毫米的损伤 他因此彻底失去了 控制饮食和情绪的能力 最后 马修的亲人 不得不把他送进了专门的机构 没有人愿意去想 再过几年 长成二百多斤的马修 会是什么样子 类似的事情 总让医生备受煎熬 每一次脑部手术之前 医生都要和病人及家属 沟通手术风险和后遗症的问题 每一个问题 都是一个灵魂拷问 你是否愿意 失去说话的能力 来交换多几个月的生命 默默无声地度过余生 你又是否愿意 为你的母亲做这个决定 你愿意右手丧失行动能力 来让身体不再抽搐吗 你到底要让孩子的神经 承受多少痛苦 才会更愿意选择死亡 而当手术无法挽救生命的时候 比如一个病人脑出血 救不了了 送到医院来 神经外科医生 与家属的一次谈话 可能将永久决定 他们对这场死亡的感受 病人活在世上 是为了什么 挣扎着多活几天 或者几个月 但只能靠呼吸机 来维持一个肉体躯壳 这是否值得 如果医生能引导家属 思考这些问题 那么家属也许能平和地接受 是啊 他到了该走的时候了 这些拷问 在保罗看来 都是在回答当初 那个让他从医的问题 到底是什么 赋予生命以意义 是什么让人值得活下去 这些问题的答案因人而异 保罗自己也没有标准答案 他逐渐意识到 在做手术之前 自己必须要去了解 病人的思想 个性 价值观 去理解对方为什么而活着 这样他才能给出 最合适的治疗方案 供病人和家属参考 朱燕医生的工作 会让人身心俱疲 除了压力大 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是超长的 一个神经外科住院医生的一天 一般从早上六点开始 一直持续到手术结束 保罗和同事们 每周基本要工作一百个小时 一些同事选择了离职 保罗自己则常常累得眼眶犯累 头痛 凌晨两点还在喝能量饮料 下班后 他总要先在车里打一会儿盹 然后再开车回家 瘫倒在床 在保罗做住院医生的第六年 他的身体开始出现毛病 先是体重下降 裤腰也不断变松 很快 他开始一阵一阵的胸痛 偶尔在夜里惊醒 也是大喊淋漓 床单都被浸湿了 还不停地咳嗽 有一次 他去纽约看望朋友 在纽约中央车站等火车时 保罗整个后背肌肉痙磷 吃了止痛药也没用 他痛得说不出话来 蜷缩在地上 尖叫起来 以致保安专门过来 赶他走 检查结果发现 保罗得了肺癌 而且癌细胞 已经入侵了多个器官系统 扩散到全身 可谓是病入膏肓 这一年 保罗36岁 已经做了六年的住院医生 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 他拿过著名的全国性医学奖项 几所著名大学 已经向他伸来了橄榄枝 距离成为一名神经外科教授 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然而 癌症让他多年的努力 和对未来的计划 一下子消失了 用他的话说 我就像个正接近终点线 却轰然倒地的 长跑运动员 书中并没有提及 保罗患癌的病因到底是什么 但36岁就得肺癌的概率 只有万分之零点一二 而保罗不幸就是那一个 癌症让保罗从全新的病人的视角 去看待生病和死亡 作为医生 他旁观过别人的生老病死之痛苦 等他自己病了 他才发现 与疾病搏斗如此艰难 自己之前观察到的 与现在的切身体验相比 真的不值一提 他的身体迅速衰弱了 他以前经常跑半程马拉松 现在却虚弱到 稍微做些抬抬腿的运动 变累得筋疲力尽 比肉体折磨更痛苦的 是精神上的危机 作为医生的保罗 能帮很多病人和家属理性地思考 但轮到自己迎战死神时 他发现病人保罗和普通人一样 恍然无措 他看得懂检测单上的各种数据 但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他无奈地说 要是我确切地知道 自己到底还剩多少个月 或者多少年 前路也许会清晰很多 你要是告诉我 还剩三个月 那我就全部用来陪家人 还剩一年 我可能会写一本书 还有十年 我就回去做手术 做研究 可问题是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确诊癌症后 保罗停止工作 开始休息和药物治疗 像童年和大学时的自己那样 他回归到文学作品中 寻找答案 无论是谁 只要写的东西与死亡有关 他都如饥似渴地阅读 希望为自己指明方向 他说 这段难熬的时光 是文学让我重获新生 多年以前他就发现 达尔文和尼采 有一个共同的观点 那就是 生物体最重要的特征 就是奋斗求生 对于此时的保罗来说 生命的长度 已经不再重要 反正总有意思 不管一个人走到哪里 死亡的阴影 都会模糊任何行动的意义 他决定 活在当下 只要活着 就要不问结果的 持续不停地奋斗和前行 哪怕生命 只剩下一天 诊断出癌症的半年后 在药物治疗下 保罗的病情相对稳定 他决定重回手术台 为了能做手术 他专门训练自己的身体 比如长时间站立 精密操纵小物件 之后的几个星期 他的力量开始回升 操作手术的技巧 也渐渐回到熟练状态 他的双手 又可以像从前那样 操纵那些 只有几微米系的血管 而不造成任何伤害 仅仅一个月后 他已经几乎 全负荷地在做手术了 他回到过去那种 早出晚归 每天工作16个小时的状态 与病人重新亲密接触 虽然让他十分疲乏 但对他的精神是一种宽慰 他几乎天天做手术到深夜 撑不住的时候 找张没人的病床就睡了 每天回到家 他都累得吃不下东西 但他完全沉浸在工作的乐趣中 暂时忘记了死亡的阴影 在此期间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 邀请他担任终身教授 还给他提供了丰厚的待遇 包括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供他开设神经系统科学实验室 让他领导自己的临床医学团队 而且工作时间和内容都很灵活 可以根据他的健康情况而定 对他的妻子露西 也有很优厚的工作安排 保罗十分向往这份工作 因为这意味着 他不仅可以继续当医生 还可以成为一名神经系统科学家 这是每一个医学生都向往的 但这份工作的地点 在美国东部的威斯康星 如果自己在一两年内病情恶化 妻子只能在这座城市 拒目无亲的生活 况且管理一座实验室 至少需要有二十年的计划 以保罗当前的身体状况来看 他撑不了那么久 只好十分痛惜地拒绝了这个职位 在重返工作后的第七个月 保罗顺利毕业 完成了七年严苛的住院医生生涯 但就在此时 他的肺部长出了新的中流 他知道这一次 治疗的过程会更痛苦 而活得久一些的希望 则更为渺茫 但他既不愤怒 也不恐惧 因为人生本就如此 癌症复发后 保罗的病情急转直下 做完活体检查后一个星期 医生宣布 他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 靠吃药维持生命了 他必须开始化疗 每次化疗 咬四个半小时 才能输完药物 而且药物的毒副作用很大 会引起强烈的身体反应 这让保罗不可能再继续工作 书业之后 保罗没有食欲 连看本书也会觉得筋疲力尽 毕业典礼当天 他呕吐胆汁不止 被送去急救中心住院 错过了自己的毕业典礼 从此保罗进入了他人生的最后阶段 他的头发迅速掉落 身体以更快的速度衰弱下去 他曾经热爱的东西 比如阅读文学 做手术 做科研 此刻都不再属于他 自从被诊断出癌症后 他的体重下降了18公斤 仅毕业典礼后 那一个星期 他的体重就下降了将近7公斤 他形容自己 就像行走的X光片 瘦的皮薄骨头 光是挺胸抬头 就让他劳累至极 需要用双手才能拿起一杯水 看书根本不可能 但是 在这段游进灯窟的短暂岁月 保罗迎来了他最后的生命之光 女儿 这个小生命来得太不容易了 保罗是在读医学院的第一年 和妻子露西相识相爱的 两人结婚后都在医院工作 可以说不仅是夫妻 更是知己 但由于保罗的工作时间太长 无暇顾及家庭 两人的婚姻一度出现裂痕 每天晚上 保罗回到家时 露西已经睡了 天还没亮 他就去上班 露西还没睡醒 在他做住院医生的前六年 一直如此 就在保罗诊断出癌症之前 露西提出了暂时分居 好让两人清醒地思考一下 这段婚姻 说起来令人心酸 是癌症挽救了这段婚姻 露西知道丈夫生患晚期癌症之后 在医院的病床上与保罗相拥流泪 他告诉保罗自己还爱着他 两人最终决定要一个孩子 因为他们要继续活着 而不是等死 露西生孩子的那天 保罗的爸爸用轮椅推保罗 去了医院 产房里支了一张简易床 保罗躺在上面 盖了保暖袋和毯子 这样他骨瘦如柴的身体 才不至于冷得发抖 孩子出生了 是个女孩 护士问保罗 能让他贴贴你的皮肤吗 此时的保罗冷得上牙和下牙直打架 他说不 我太凉了 但我很想抱抱他 在女儿五个月大时 保罗体内的癌症开始抗拒药物 这之后的化疗也不再起作用了 去世前 保罗突然开始发高烧 而且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非常高 造成呼吸衰竭 这一切症状都表明 他活不了多久了 医生提出 如今只有呼吸机能帮他延缓生命 但是插管呼吸极其痛苦 保罗拒绝了 因为癌细胞已经转移到脑部 他的脑神经在衰退 就算能多活一段时间 他很可能也感知不到生命的意义 于是保罗提出要接受舒适护理 其实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安乐死 不插管 不做积极治疗 注射马飞 让自己相对舒服地死去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保罗感谢了父母 对露西最后一次说了 我爱你 并让家人保证出版自己写的这本书 于是 辅助呼吸的面罩摘了 马飞注射进入保罗的境外 他慢慢地陷入昏迷 温暖的夕阳 从病房窗户照射进来 他的呼吸越来越安静 当夜晚到来 保罗合上双眼 深深吸了一口气 又长长地呼出 告别了人世 此时他的女儿才八个月 他没能如自己所愿 活到女儿寄世的年纪 本书的后继是由露西所写 他回顾了保罗人生的最后时光 保罗一直坚持写作 他写已在轮椅中 身上包裹着一条温暖的羊毛毯 生命的最后几个月 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全神贯注 完成了这本书 保罗曾同朋友谈过写这本书的初衷 他想记录走向死亡的心路历程 因为他的读者迟早也会走到这一步 他不想煽情 只是想告诉大家 这一路上到底会面对什么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 他也明确了人生的意义 那就是 你永远无法逃避死亡 但靠着向死而生的勇气 充分地活在每一分每一秒 那么在死前的每一秒 你都在无限地接近永生 好 当呼吸化为空气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